杰哥跟他们也会有一个组合 对不对 对 那个时候我们都很随便 杰哥你不知道吗 是小谷队组合 我不知道 他跟谁啊 文康还有 雷子 那个时候郭敬飞还没有 从其他地方转场到横店 老是二缺一啊 就行不成一个群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如意转在横店 然后就我们三个人 住在一个酒店里一层 就属于每天收工了 可能会小酌几杯 然后大家说 那怎么互相约呢 说拉一个群吧 这个群永远不叫名啊 就起名吧 说就起一个小虎队 后来我们就觉得 这个小虎队 后来因为有了 这个老郭来了之后呢 这四个人 叫F4也不太好 我们就又成立了 另外一个群 所以才有了 TF老郭 这个另外一个组合 还行 哪个组都有你啊 我是常住家里的 那就是虽然光潔你这么低调 我就觉得 但是为啥 你的一举一动 媒体特别关注 你看你前两天 独一转那么多角色 你演那世子 就在那里面就几秒钟 然后就上热搜了 上那个新浪热搜 因为我看得蛮认真的 你转头的时候 我说这好眼熟 我不太相信那个人是你 因为我觉得李光潔 应该不会去演 这么小一个角色 对吧 就这还抢呢 那个因为我们当时在红店 每天晚上吃完饭啊 不是拍完戏啊 吃饭的时候 总有各个组的演员 大家见面 什么那个董洁老师啊 然后辛志雷啊 什么那个张军定啊 一些无一转的人 大家伙有一天呢 无一转缺了一个角色 然后就说 他们就那个导演就说 李光潔和雷家音在横店呢 让李光潔和雷家音 两个人 有一个人来演一个角色 就一场戏 然后所以呢 我跟李光潔没事 我们俩老面试你知道吗 因为老是跟这帮 他们组里的演员在一起 然后我就说 我面试我面试 所有女孩都说 要雷家音去演 演那个那叫什么 世子的一个角色 努力专里头 然后结果李光潔 李光潔成功了 因为李光潔是 那个公司的股东 你看这个胡子 挺眼熟的吧 因为那个时候 我正在横店拍 那个叫 一个叫和平饭店的戏 和平饭店 也春节前后的时候播了 就是大家都在 都在横店嘛 有时候会在一起 吃饭聚餐什么的 就说到这么一角色 当时就我跟雷都觉得 不就一场戏吗 不 其实这个是一个隐形的男一号 一直在被大家念叨 真能忽悠 然后就说 那你们俩谁来演 然后我们就互相举手 说我们要去试镜 各种抢 然后各种演回眸 真的 但是后来我靠我的精湛的演技 赢得了这个角色 根本不是说的 我要是股东啊 或者什么的 要走后门 你不是股东啊 然后我试镜下的 感谢观看